大家看到這個就是紫薯糯米糍 我現在想跟大家示範一下怎樣包 大家可以跟食譜做 先做了紫薯鴛鴛糯米糍皮和紫薯餡 我們現在開始包了 我們先戴上手套 分割後把30克的糯米糍放在保鮮紙上 放在上面 我們用保鮮紙對接它的 然後用木棍滷動它 因為本身的糯米皮是比較黏的 所以我們不要直接用手去碰 但帶了手套的話 一定要加些油才不黏 打開 把紫薯餡放在上面 led保鮮紙 慢慢收回它的口 用保鮮紙包著它 這樣封密它 現在形形都不太漂亮 我們就要準備椰絲 如果大家不喜歡吃椰絲的朋友 你們可以用片粟粉 即是炒過的糯米粉 都可以用來做 然後把紫薯放進去 然後用椰絲 灑在表面 它就不會黏黏黏 現在就圓滑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進去 這個皮是可以冷過夜的 冷過夜明天還不更好吃 如果大家想請朋友吃可以做一天準備 就可以明天吃到幾個皮又軟熟又好吃的紫薯糯米糍 昨天做好的紫薯糯米糍 冷了一晚雪櫃之後 我們拿出來試試看 大家看到是不是很軟熟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切了 在這個時候 大家應該都可以看到 它很硬的 好 讓我把它撕開看看 是不是很硬 完全沒有那種雪完之後 硬斑斑的感覺 我現在就帶出去給朋友吃 先帶出去給朋友吃 我有一點點